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由于随后的声明中暗示此次降息可能将会是近期唯一的一次降息 导致昨天股市非但是没有上涨反而还下错了0.3% 中国方面也同样上证和生成指数分别下跌0.8%和0.6% 在欧美方面英法德相比于亚洲盘来说的话有小幅上涨 涨幅约为0.1%至0.7% 但是美国方面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是遭遇了大约是1%左右的下跌 道琼斯指数是跌了280个点 那么在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从1405美元暴涨至1440美元 而石油价格则大跌了7% 其本质上的原因则来自于特朗普在今天凌晨所发布的一条推文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我们就来说一说到底是什么原因 使得黄金价格突然暴涨而美股和石油价格突然暴跌呢 刚才我们提到了在今天澳洲时间凌晨 美国时间是昨天晚上 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在其推特上宣布 将会从9月1日起对中国额外的价值3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 征收10%的关税 这一则新闻一出就使得金融市场是为之动荡 股市下跌 金价暴涨 油价是大跌 同一时期呢 美国的国债的价格呢 是飞涨 其收益率呢 也是创出了过去几年的新低 那么从特朗普发布的推文来看 他说到呢 中美两国目前虽然是处于谈判时期 但是呢 其进程非常之慢 特朗普呢 对其并不是感到非常的满意 因此他将会呢 从9月1日起呢 对中国的关税 中国3000亿美元商品 征收10%的关税 那么从表面上来看的话呢 虽然这个新闻毫无疑问是一个坏消息 这也预示着中美两国领导人 在6月底G20峰会上达成的 临时停火 贸易停火协议呢 目前是再次破裂 但实际上呢 特朗普也留下了部分的余地 首先第一条 今天是8月2日 他宣布将会从9月1日起 征收10%的关税 从8月2号到9月1号 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 这也使得呢 市场对于未来一个月之内 所发生的事 依然抱有希望 那如果他说从今天开始就加税 那毫无疑问就没有留下什么余地 第二 他对于3000亿的商品并没有像之前一样 直接加到25% 而是呢 先宣布征收10%的关税 那我们知道对于大部分的出口型企业来说 从目前的这个贸易条件下呢 10%就是他们的利润点 因此增加10%的关税呢 至少还不会让企业发生大的亏损 可能利润和这个支出刚好打拼 但是如果一次性征收到25% 将会使大量的出口企业呢 这个无法承受 所以说特朗普目前的这个举措 应该说 第一 他是一个强硬的态度 但是在强硬态度背后 也留下了部分的余地 并没有呢 把后路给封死 但是从金融市场表现来看 毫无疑问的是呢 大家就都担心 这个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战 再次升级之后 对于两国以及世界经济的影响 会非常之大 毕竟我们知道 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因此呢 中国的经济如果持续放缓 对于其原料进口国 包括其主要的贸易伙伴来说呢 都会有巨大影响 其中就包括 现在澳大利亚 我们知道 中国是目前澳大利亚资源 第一出口国 也是第一大贸易伙伴 如果中国的经济呢 从现在6.3 6.4 再往下滑 那么对于资源的需求 很有可能会放缓 因此 对于澳洲的股市和经济来说 也是一个不利影响 但幸运的是呢 澳大利亚在6月和7月 连续两次降息 而且如果美国和中国的贸易 继续升级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 澳大利亚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 再次降息 因此呢 在连续降息的帮助之下 或许澳洲股市的下跌 并不会像其他国家这么多 这也是呢 不幸中的一个万幸 但是对于中美两国来说 那就不一定了 其实我们知道呢 在这个上个星期 星期五的时候 美国刚刚降了第一次的利息 但之后呢 我们知道呢 在随后的发言中 美联储主席也暗示到 这一次的降息 很有可能只是对中期 我们说的 他说的到这个经济周期的 一个调整 潜台词就是 很有可能近期不会再动手 那么不会再动手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所不愿意看到的 他是希望美联储 能够连续的降息 所以说很有可能的是呢 他这一次主动的 对于中国3000亿商品 征收10%的关税 也使得整一个世界 包括了美联储 对于未来经济的担忧 进一步下去 也是倒逼着美联储呢 再一次进行降息 所以从这些手段来看 可以得出结论就是 特朗普的这个商业手法 是非常的厉害 第一表达了他的态度 但是没有把话给说死 没有把路给封绝 第二为了让美联储降息 除了在推特上 不断的说以外 他还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 甚至于是 我们叫做杀敌1000 自损800的方式 这个和中国之间的 贸易之前的停战被撕破 这也使得市场暗示着 或者说是担忧 美国未来经济 还能不能像现在这么强劲 所以他这个做法 毫无疑问就使得市场觉得 美联储原本的态度 将会有所改变 比如说原本六个月不动手 现在可能会缩减到三个月 原本三个月不动手 现在可能三个月之后 会降第二次息 所以特朗普这一招 第一是表明了他的态度 第二也会为美联储 下一次降息铺开了道路 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我们将看到股市里 再次动荡的升级 但是动荡就意味着机会 我们从现在两国的 特别是澳大利亚和美国的 货币政策上来看 如果两国的降息继续持续 那么将会意味着 两国的股市在未来一段时间 依然长远来看 会保持强劲 那如果短期现在 会有5%甚至7%的回调 那就是一次再次加仓进场的机会 以上是我的观点 欢迎您收看本期GoMarkets 每日财经快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